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总结去年全省网信工作安排部署今年重点任务 推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委书记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巴恩朝鲁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景俊海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0年工作要点和有关文件 巴恩朝鲁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深刻回答了事关网信事业发展的方向性 根本性 全局性 战略性重大问题 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为做好新时代网信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过去一年 全省网信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围绕全省工作大局狠抓重点任务落实 网上正面宣传有声有色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坚决有力 网络生态综合治理成效明显 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省网信系统在网络舆论引导 权威信息发布 网上网下 联防联控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有力传播了吉林战役最强音 为全省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 在奋力完成一系列底线性标志性任务的同时 还要应对好突如其来疫情 给我们带来的风险挑战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网信工作对抓六保粗六稳 具有重要的驱动引领和支撑保障作用 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全面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提供强大的网上舆论支持 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 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白安朝鲁强调 要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引领新时代极临网信工作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当前网信工作面临刑事任务的分析判断上来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今年网信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 促进互联网创新成果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要牢牢把握 正能量是总要求 管得住是硬道理 用得好是真本事的原则 深入研究管网质网规律 健全互联网管理责任体系 健全正能量传播体系 健全网络内容管控体系 健全网络法治体系 健全技术质网体系 着力提升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要坚持以网系事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振兴发展大局 抢抓时代机遇 推进汽车 石化 轨道装备 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抢抓政策机遇 加快5G网络 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抢抓市场机遇 大力发展共享经济 在线消费 数字贸易 远程办公等新业态 新模式 抢抓信息技术变革 对治理创新带来的机遇 加快推进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深度运用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 白安朝鲁要求 各级党委党组 要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主要负责同志要真正担负起 第一责任人责任 不断提高管网制网能力 各级网信委要及时研究解决 网信工作重大问题 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 各级网信委委员单位 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要完善工作机制 健全网信委委员单位联络员会议 重点是向重大议题日常会商等制度 完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各专项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基层网信部门建设 推动市中网信部门强化工作职能 现一级加强专责网信工作力量 形成领导有力 指挥顺畅 行动高效的工作格局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会议 昨天晚上省委书记巴音潮鲁来到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胡同 调研业经济发展情况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两会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六保六稳工作举措 在严格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坚持因地质疑 加强统筹谋划 进一步做大做强业经济 培育激发新活力 为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桂林胡同今年三月启动改造施工 5月20号竣工开街 通过实施楼梯美化量化 道路排水通信线路排迁 及强电落地等工程 街区经营环境明显改善 设施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 晚上六点多 夜幕降临 美食飘香 街边行人如之 城市烟火气渐浓 班朝鲁来到桂林胡同 边走边听去揭露整体改造情况介绍 实地查看各店铺经营状况 并随机与商户 邮人 消费者进行亲切交流 在街边的老北京暴赌 火爆鱿鱼 干炸里脊 少粉炸串等特色门店 班朝鲁都走上前去 饶有兴致地询问经营情况 得知街区改造后 顾客人气明显提升 营业收入明显增加 班朝鲁十分高兴 他勉励经营业主 顺应市场需求 注重打造特色 搞好产品开发 以品质聚人气 以服务迎口碑 切实满足广大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 白银朝鲁指出 受此次疫情影响 很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要让他们活下来发展好 就要想方设法为他们疏难解困 帮他们渡过难关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推动优惠政策尽快落地 在税费征收 房屋租金等方面 加大减免缓利度 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复产 复商 复市 让他们留得情山 赢得未来 班朝鲁十分关心 街边临时摊位经营情况 他接连来到几个街边摊位 仔细询问业户经营情况 当了解到这些摊点虽然本小立威 但业户还有一定收入时 班朝鲁十分欣慰 他说 小摊点 大民生 地摊经济 马路经济 看似微不足道 但却发挥着打通城市生活 毛细血管的作用 虽然看起来不起眼 但进入门槛低 投入成本也不高 有利于那些没有就业岗位的群体 创业就业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恪守为民之责 厚执百姓情怀 善于从民生的高度谋划工作 学会从百姓的视角思考问题 因地制宜发展好地摊经济 既方便居民日常生活 也为贫困群众就业提供更多门路 每到一处 巴恩朝鲁都仔细查看 卫生防疫设施 详细了解疫情防控情况 他说 商业街区人员密集 必须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落细落实通风消毒 卫生管理等防控措施 避免出现疫情风险 推动业经济安全有序发展 巴恩朝鲁指出 大力发展业经济是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志 是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 在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更是激发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的务实举措 对于扩大居民就业 保障基本民生 促进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发展业经济摆上重要意识日程 切实强化引导推动 让亮点更亮 活力更足 全面提高业经济发展层次水平 为拉动经济增长 促进社会就业 保障基本民生 提供重要支撑 要充分考虑市民多层次 多样化消费需求 坚持改造与新建同步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赋予更多文化内涵和现代元素 努力打造一批夜经济聚集区 和高质量网红打卡地 要进一步强化服务管理 注重柔性执法 适当放宽夜间消费 集聚区特定时段摆卖管制 允许有条件的餐饮街 酒吧街等设置外摊位 允许在一定区域设置 临时站到摊点 允许临街店铺和流动商贩 月门经营 允许大型商场站到促销 在稳就业的同时 促进市场消费回暖 要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 策划实施好夜经济系列活动 凝聚人气 激发活力 展现城市独特魅力 市场监管 食品安全 商务 公安 应急等相关部门 要创新工作思路 转变执法方式 坚持预管理于服务之中 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 为做大作详 夜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推动夜经济发展 进入快车岛 让长春这座城市 充满温情 充盈真情 胡佳福 王凯 刘钦波 张志军参加调研 我省6月1号正式进入讯期 当时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 通过视频方式 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 即省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2020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景俊海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全国两会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牢固树立防大训 抗大红 抢大险 旧大灾意识 坚持早准备 早动员 早部署 严密防范 严阵以待 严守底线 未雨绸缪抓好防汛抗旱工作 及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提供坚强保障 景俊海指出 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要强化底线思维 提高工作百味 切实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 坚持以防为主 防抗旧相结合 严防汉烙急转 汉烙病重 统筹抓好大江大河 大中型水库和城市防洪安全 以及小河流小水库安全度训 确保万无一失 二要强化问题导向 突出防御重点 保障安全度训 突出江河提防安全 坚持环河与河 该清畅的要清畅 该加宽的要加宽 该增高的要增高 保证河道以最大净流面形红 突出水库 尾矿库 特别是头顶库 风险防控 坚持一库一侧一方案 及时加固防范 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 因地质疑 分类失策 妥善安置 突出抓好城市防洪 坚持工程措施 与临时措施相结合 计防措施与人防措施相结合 保障城市正常运行 突出防汛抗旱手抓 加强研判预警 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农业生产 粮食安全 三要强化协调联动 狠抓工作落实 全力抓好防汛抗旱措施落地 坚持以汛为令 以显为号 各级党政主要领导 和风管领导 要切实履职尽责 真抓实干 确保各方责任落实到位 隐患排查整治到位 监测预警预报到位 应急预案保障到位 抢险救灾准备到位 会上省治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情况 长春市 白城市 双阳区 永吉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通过视频连线做了发言 吴敬平 李月 王志厚等参加会议 6月1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景俊海主持召开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按照省委常委会议要求 明确任务分工 细化落实举措 压紧压实责任 分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两会期间发表的 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具体任务分工安排 就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 医药提高站位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坚持人民至上 紧紧依靠人民 不断造福人民 牢牢植根人民 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 把解决人民关心的 就业 教育 医疗 住房 养老 食品安全等实际问题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卷面落实六保任务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生命健康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坚持底线思维 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补短板 堵漏洞 强弱项 防风险 促发展 二要抢抓机遇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 强化与国家财政 货币 就业等政策对接 积极争取专项债券 项目建设等支持 全面落实支持企业上市 鼓励创新 创业等措施 举办好上市公司 晋级林等系列活动 新创建一批双创示范基地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千方百计 稳外资 稳外贸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三要锁定目标 全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坚决防止出现新的燃点 爆点 加快推动经济发展 攻坚决战二季度 奋力实现既定目标 四要强化责任 推动工作取得更大时效 以上率下 改进作风 一抓到底 在危机中预心机 于变局中开心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今天 全省政协系统传达学习 全国两会精神视频会议在长春召开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江泽林指出 今年全国两会的胜利召开 充分彰显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活力和优势 对于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推动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江泽林强调 要深入学习 准确把握会议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作为履职工作的着力重点 要围绕中心工作 将集思广义作为全省政协协商履职品牌 示范带动市县政协协商搭台工作 要以学习贯彻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精神为契机 提升委员 屡职站位 屡职质量 屡职水准 在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中 发挥人民政协应有作用 李龙熙主持会议 知建华传达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精神 赵小军传达省委常委会议精神 薛康 曹宇光 蓝红良 李维斗 郭乃硕 肖摩文出席会议 六月一号在第七十一个国际儿童节 到来之际 省委副书记高广斌 来到东北师大附中静阅实验学校 看望刚刚开学复课的少年儿童 并调研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高广斌首先向孩子们 致以节日的祝贺 勉励少年儿童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基于嘱托 刻苦学习知识 坚定理想信念 磨练坚强意志 锻炼强健体魄 奴隶成长为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他还特别叮嘱孩子们 疫情尚未结束 要注意个人防护 养成良好习惯 以实际行动 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高广斌强调 当前各类学校正在陆续开学复课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 一定要把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 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扎实做好日常监测 物资准备 环境消杀等工作 坚决把疫情阻挡在校园之外 尽最大努力确保师生健康安全 今天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 研究常委会近期重点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金振吉 在传达了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后强调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大会精神上来 按照省委常委会上巴音潮鲁书记讲话要求 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和省委工作部署 发挥好人大立法监督决定等重要职能 为完成六稳六宝工作任务贡献人大力量 金振吉要求 开展脱贫攻坚视察是今年常委会重大监督事项 通过视察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战任务 金振吉强调 塑造吉林人大精神是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要对其内涵进行准确阐释强化宣传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神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结合吉林实际 制定全省深入贯彻落实纲要若干措施 措施包括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走心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等16条 详细内容请参看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 来自农业部门的消息 截至五月末 我省水稻插阳工作基本结束 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 与去年基本持平 今年我省在水稻生产中演出先进科技 利用大机械大数据为粮食文产优产奠定坚实基础 在柳河江家店国信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水稻种植基地里 插阳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今年合作社采用全机械化插阳 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新引进的生物降解地膜除草技术 还能提升有机水稻品质 今年国信合作社共种植了8000亩稻田 其中有机稻田1000亩绿色稻田6000亩 这样的种植结构不是拍脑袋的结果 而是来自对全国消费市场的大数据分析 有了先进农业技术和科学数据的保障 合作社对今年水稻的产量品质和市场表现都充满信心 随着吉林大米品牌知名度美育度不断提升 像国信合作社一样引入新技术新品种 扩大种植面积的农户和企业越来越多 水稻种植实现了两种粮基 粮法 粮田 深度融合 水利化 农基化 科技化 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 基金816是刚刚研发出来的品种 两次获得全国金江 它现在在全省的播种面积 现在已经达到了100万亩 今年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亩以上 与去年基本持平 机差水平达到90%以上 作业效率显著提高 同时各地主推28个水稻主导品种 重点发展实位性好市场前景广的优质水稻品种 积极推进水稻绿色生产 在15个水稻生产大线落实水稻生物防治 行画作业统房统治面积170多万亩 示范带动水稻绿色生产水平 整体进一步提高 助推吉林大米品牌 6月1号在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01标段 长春西站至住家屯站施工现场 顿购机阵型1号顺利始发 标志着轨道交通6号线顿购施工启动 由于施工单位积极抢抓工期科学谋划 6号线01标段在开工后很短时间内 就具备了顿购机调装下井和始发条件 在地铁二线使用过程中 已经把我们6号线这个顿购始发车站 当时已经建完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今天商场之后 对这个始发井进行了前期准备之后 就顿购机调装下井 然后今天就开始这个进行始发 作为中心城区南部的联络线 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串联了西部新城 南部新城和静越高新区 此轮顿购施工区间里程约为20.6公里 预计2021年9月30号前完工 6月1号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静脉输入确诊病例 6月1号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三例吉林市 6月1号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以利长春市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 微信和及时通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